随着中国造船业景气指数的进一步回升 开年以来各家造船厂都已经紧锣密鼓地忙了起来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 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上海的一家造船厂看一下 1月28日在上海长星岛的互东中华造船厂内 整个厂区已经开始正常的生产作业 负责船体结构钢焊接的产线也开始了全速运转 2022年全年互东中华造船厂 承接LN即运输船订单达到了38艘 位居世界第二 面对着数量庞大的订单 今年一时整个厂区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我是初五开始上的班 我们截止到今天为止 我们到港率能达到85% 像去年这个时候也就在80% 今年的任务比去年还要重 去年一个月2万吨的物量 今年有可能有2万2千吨 日均焊接800米是整条产线提出的新标准 为了将原本的760米的日均焊接量提升40米 工人将场地重新规划 保证了钢板吊装到焊接不走回头路 巨大的船物内 一条LNG船已经完成了分段建造和搭载 而为了提高船物的利用率 在这间船物里还同时进行着 另一条LNG船舱舱的分段建造 不远处的码头上两条LNG船已经基本建成 并将于2月和3月分别交付 每个环节的提速使得LNG船的交付时间 比计划提前近30天 因为我们在20年25年年产要达到石手船 包括我们这个部门也自我加压 希望今年所有的船舶都能够有所提前 这样为我们明后年的这个交船 更多的交船任务能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与长星岛互东中华船厂隔江相望的 是上海浦东的外高桥造船厂 船物内正在进行着 首艘国产邮轮的内部装修工作 记者了解到 为了能赶上预定在7月的试航时间 整个春节期间生产工作也并未停止 我们在春节期间组织了这个赶工加班 那么基本上保留了50%左右的劳动力 在这个连续施工作业 另外在2月的整个这个过程中 不仅要做到100%的返工 还需要有所人力的这个更多的投入 要人力有所上涨 在厂区内的电子屏上 显示着船舶出雾的倒计时 数字的变化不仅展示着分秒必争的决心 也描绘着数千名工人日以继日的努力 接单 开工 出雾 试航 一个个环节紧密衔接 机器轰鸣汗花四溅 中国造船业在新年跑出加速度 那么我们在昨天一号屋 就是隔壁的这个船屋 刚刚开了一次屋门 有两条船出屋 那么也是开了一个好投 在这个时间段对船厂而言 每年万事开头难嘛 然后开好一个头 对于全年的交付 也会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继续派出雾 比 地名键